早安TBS成這塊訊 要帶您掌握 國內外最及時的新聞內容 手上要帶您看到 雖然凱米颱風已經遠離台灣 但是帶來的豪雨 衝擊到中南部 其中在南投 仍然是傳出土石流的災情 根據Ttoday的報導 其實包含了 南投縣的信義鄉跟水里鄉 都持續受到嚴重的土石流災情 特別是在水里鄉的三石甲地區 已經連續爆發多次的土石流 有淹沒了唯一的連外道路 導致當地是多達37戶 80名的居民 到現在還是一樣交通受阻 而水里鄉的上岸村長就點出 這土石流是不斷從邊坡來滾下 幾乎是覆蓋了整條道路 目前也動員了農民 還有怪手機具要來搶通 希望可以盡早的來恢復交通 而現在居民也是呼籲 希望相關的單位 可以加速的來處理 因為這些居民裡面 有高齡的長輩 病情是比較嚴重 需要來就疫回診 好 這回開明 除了造成南投土石流之外 其實也造成很多地方 都有淹水的災情 只是先前總統賴清德 說過淹水只有30公分 也引起爭議了 根據中時報道 這災情嚴重的高雄 因為基礎限設不足 受到批評 特別是在側溝 還有下水道的清育工程 沒有達標 但是總統賴清德 先前是說這個淹水 僅有30公分 但是國民黨的臺北市議員 劉采薇就質疑這個說法 點出這基礎建設問題 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批評政府沒有有效的 來處理排水 也強調這市民是絕對無法接受 政府以前瞻預算為理由 認為即便淹水就只有30公分 但是一樣也會造成災情 還有相關的損害 接著要帶您看到的是 國際焦點 也就是北韓現在有可能 會出現新領導人了嗎 因為金正恩的女兒金主愛 似乎很有可能會即將上位 根據《旧時報》報導 這南韓的國家情報院就表示了 其實現在北韓的金正恩女兒金主愛 正在接受所謂的接班人的培訓 而且這個繼承者的地位 大致上其實已經獲得鞏固了 不過現在還是考量到民眾的反應 其實北韓的官方也在適度的調整 有關宣傳力度還有頻率 而情報中也點出這金主愛 參加的公開活動中 其實高達6成以上都是軍事活動 不過金正恩的其他兄弟姐妹 還是有可能會成為接班人 因此這金主愛的接班人定位 是尚未完全確立 另外國情院也透露了 其實這金正恩從30歲開始 就出現了一些高血壓 糖尿病等症狀 而且現在更因為壓力大 所以4號炎9 體重已經達到了140公斤 是屬於心臟疾病的高危險群 且許同樣也是國際焦點 要帶您看到俄羅斯的總統普京 現在是發出警告了 說如果美國在德國 部署新型的遠程武器 可能會引發輪戰式的危機 根據Udn的新聞報導 其實普京他就強調了 如果美國2026年 在德國部署武器 這俄羅斯會採取 所謂的鏡像措施來回應 而美國這次的計畫部署 大概有這幾個 包含了戰斧的巡航導彈 還有防空導彈 以及新型的超高音速導彈 而這一些其實德國也有回應 他說這些措施 是為了因應俄羅斯 在波蘭還有立陶宛之間 部署的伊斯坎德爾的導彈 另外普京也說 這俄羅斯會重新生產 中短程的導彈 而且會考慮部署的地點 這些也都顯示 這個美俄之間的緊張局勢 其實還在不斷的升級當中 最後還是要等您看到 這體壇焦點 也就是我們的舉重女神 郭信淳 其實即將要來征戰巴黎奧運 在台灣時間的8月8號的晚間9點 就會出賽 立拼要衛免拿下獎牌 而根據T2DAY的新聞報道 這郭信淳將在巴黎奧運 挑戰59公斤的量級 但是教練林靜就說了 郭信淳這次會面對 大陸選手羅斯芳 關鍵應該要放在 這個後場的鬥志 也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教練 來進入後場 一起來協助郭信淳 另外他也透露 其實郭信淳 目前的狀況已經逐漸好轉 甚至也找來上屆奧運來幫助 菲律賓選手 摘進的教練高凱文 來輔助訓練 而目前台灣舉重代表隊 也會在8月1號來出發巴黎 但是教練也很擔心 因為他說這些接駁車的問題 有可能會影響到選手 準時抵達比賽的場館 所以也提醒這個時間 真的是非常重要 希望未來一切都可以順利 也能讓郭信淳 順利進到場館內拿下獎牌 以上就是為你掌握到 最起始的新聞內容 將鏡頭交還給主播舒芮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字幕提供